三個內地女人涉嫌用祈福黨首發行騙 檢獲二萬八千多元 兩個女兒受害人都是獎者 她們被握走 一萬多元人民幣 以及大約七萬元港元 大埔警區由七月到十一月初 接獲四宗祈福黨報案 受害人都是女性 65至73歲 騙徒會先問路 獲取她們信任之後 再派同黨聲稱受害人家屬 會有大病或者行衰運 要向神醫祈福燒災解難 受害人按指示 幾日之後打開祈福用的膠袋 才發現裡面的財物已經被握走 由年初至今 警方說有23宗祈福黨騙案 涉及超過540萬